来我们来看看这道题 题中给了两个站 第一个站用于保存整数 第二个站用于保存运算符 然后给了你一个函数的执行步骤 然后他问你给了站的初始情况 我们先把初始情况画一下 第一个站是数据的站 是不是5832 并且告诉了你2是在站顶的 那么他的一个情况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看运算符站中的一个情况 乘减加加在站顶 是不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他调用了三次F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次调用F是什么的 是不是 首先第一步谈出两个操作数 是不是就是2和3 是不是谈出来了 注意他有一个先后顺序的关系 先谈的是A 后谈的是B 所以说在第一步执行F的时候 是不是 A等于2 B等于3 然后从S2谈一个OP OP等于加 没问题吧 然后第三步 执行B OPA 那是不是3加2 得到了一个结果 是不是5 然后他说 结果压回S1 那么是不是5 现在在这个站的站顶 然后执行第二遍F 然后执行第二遍F 出的站 先出A 后出B A等于5 B等于8 是不是这样 然后OP出的是一个减 没问题吧 然后执行的操作是不是 B-A 是不是 8-5等于3 然后三入站 是不是这样 最后一步执行F 弹出两个操作数 第一个弹的是3 第二个弹的是5 然后弹的一个操作符 是一个乘 最后执行的操作 5乘以3 等于15 对吧 然后将这个15 压回S1中 这时候是不是 整整两个站里面 只有S1的站里面 有一个数据是15 别的都是空的了 然后他问你 调用完之后 S1站顶保存值是什么 那是不是就是15 照题是不是就是这样 好的